美國研究說相處超過三年才做夫妻 會比其他人少於50%離婚 我們周不時都會聽到一些藝人閃婚 但轉頭又會離婚 所以我們今天就說說 究竟閃婚是否註定失敗 我們今天就有兩位嘉賓 分別就是Karen和Eway 他們就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甜蜜例子 他們就是閃婚 他們認識了三個月之後就決定要結婚 現在有一個九歲大的小朋友 結婚多久 接下來第十年 我們沒有人有十年的經驗 好像沒有 單次戀愛十年的經驗也沒有 我們要不要報一下自己 報你的頭 開始吧 騙我上來 第一次拍Pillot Talk 認識對方的年紀是幾大左右 我覺得 三十 三十 二十九 三十 我二十 二十 你二十六的話 如果你是二十 我二十 那你們那時候的相識過程是怎樣的 很開心的地方是認識的 是一個主題樂園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當初看到Karen的初印象是怎樣的 第一次看到這個女生 第一個印象真的是 能掌握到眼睛的 其實對這個人的印象一向都很好 因為他很享受他在做的那件事 就是他經常看到你都 嘻 這樣笑 然後就 做事當然要開心 對 對 對 吃了多少次飯 就說來啊 結婚了 不是不是 都要先拍拖 先拍拖 先拍拖 對 對 都拍了一會兒 一會兒 見面幾次就拍拖 五三次 兩三次 兩三次就想拍拖 那個契機就是 當時我搬出來住 我是住那些小屋 我就買了一個電視櫃 就要用人手砌 他就很好 他就過來幫我做那個櫃 看著他做砌的電視櫃 那一刻突然 心有感動 就是人生 如果有個 就是有個另外一半 可以在你前面 就是 去建立一些東西 然後 可以令到你的生活很穩定 這樣的時候就覺得 我就問了他 就是一個問題 我說 不如我們結婚好嗎 原來是你問的 是 Oh my God 就是那時候我就問 就是好像很衝動 但是那一刻我覺得 我想我不會後悔 那你那時候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什麼反應呢 然後 整一下整一下的時候 劇本說 好啊 這樣 而且是主角正在一個 這麼平常的情境 去決定了以後 這麼多年的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才 這個對我來說是浪漫的 會不會是他有些特質 是你之前的X是看不到 然後你看到他有這些特質的時候 你就覺得 就是這個了 我想是當時 就是讀完書 然後出來工作 然後搬出來住 就是人生去了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離開了學校 離開了家人的庇護之下 自己出來生活的時候 會開始想 以後 會怎樣呢 以前的男朋友 跟你吃飯嘻哈 逛街看電影 去過旅行 可能真的這麼簡單 但是當你出來工作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隨隨便便拍拖 是呀 就會想跟一個人說 那我可不可以跟一個人一起 建立一些東西呢 跟那時候算是一個 覺得是一個識分年齡 都選定一個就想嫁 我覺得有一點關係 而且那時候工作很穩定 我想要一個很穩定的關係 我不想拍那些散拖 那你這樣說的前 是不是你之前 其實可能過往的戀愛經歷 都是比較一種比較義氣 比較沒有這麼認真 而你其實一直都期望著 一段穩定的關係出現在你面前 而剛好那個人就是你隔離的E-Wing 是啊 因為以前拍拖都不過兩年 所以覺得很疲倦這件事 就是每次你投注所有心力 在一個人 但那個人跟你玩不久 就會覺得 或者是我玩不久 或者是我玩不久 Anyway 他的出現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那些叫什麼呢 那些叫做 衝擊 可以這麼說 或者是一個 我會不會就是這個人呢 我要把握這一刻的機會 去問那個問題 你問他有沒有後悔 不是 不是 這個留一會兒再問 不是 我想問你聽到那句話的時候 你回答得也很平常 聽回來說的把握單 那時候你心裡在想什麼 首先 第一次有女生問我 應該要是第一次 跟我說到跟結婚有關的話題 再加上自己都30歲 認識婚年齡 真的去到 覺得我們相識都算是一個緣分 不如就把握這次的緣分 不如就 說做就做吧 但是你又回答得很平常 我剛才演繹得很平常 我剛才演繹得很平常 你先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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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後來就放下一些東西 然後抱著它 好按摩 那時候是不是三個月 就是 在三個月裡面 在那三個月裡面發生的事 我想我回答的時候 都沒有抱著 我是再平常一點 好像來演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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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吃煙的 那一刻是他出口 所以我都補回一個 我自己都覺得 都算是 都算是精彩的 又是專門選一些特別的 只是選他生日那一天 然後在《蕭惠喜》當中 就進行求婚 然後事前又要再跟他的同事 夾好在城堡前面 一起見證著我們 這個求婚儀式 其實對於我來說 這件事已經是很圓滿的 是令到我覺得 我問對人 我問對人 因為我們都可能很短時間 可能不夠半年 或者不夠一年 不夠半年 就要準備去結婚了 第二年頭就要去準備婚禮 可能怎樣 沒有時間後悔 對 沒有時間後悔 家人或者朋友 聽到你們認識了三個月 之後結婚 當下他們反應如何 因為可能都已經去到認識婚年齡 其實媽媽都預約了我 其實應該這幾年都會 不過可能心裡都會覺得 會不會快一些 未必可能是正面說 可能都會 有時候說 咦你們認識了多久 那些事情 那麼突然 對 沒錯 Karen呢 對 對 朋友的那些 怎麼看 嗯 想當年拍拖 都會帶男朋友回家 給家人見 這次帶這個 回家 很快就說要結婚 他們都非常驚訝 但都感恩 終於有個人 接觸我的女兒 因為他們見過她 感受過她的人 之後覺得我很好求 很棒 這個人 然後就 很順理成章 就 好啊你們去搞吧 朋友有沒有姊妹 身邊 nice chat with bitches 那些 我三個月好像太快了 那些 不是啊 那些 bitches 你抓到了你 有人肯要你 那個男人還要這樣 很疼我 很照顧我 這個出現 對於我來說 剛剛好 她呢 看著你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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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吃韓詩 你怎麼知道 哇 哇 先問她去哪幾個地方 如果她搞一個地方 就再收集 可能想有機會 想有興趣 對這幾家有興趣 你每次都有作戰方案 因為我的生活雜性 不複雜 只要我去那個地方 基本上我走來走去都可能 只是走幾家 其實Even很有忌性 也都很細心 還有很 可能雞翼的話 如果是 就去了 頭髮尾軟骨 然後看一看 不可以直接 吃 即使現在小朋友 我也可能會這樣 我不是要求別人要這樣 有時候我還會被她罵我做多了 可能對家人都會這樣 對家人都會 對 我會 我會 我是一個很喜歡照顧人的人 我一次都欺負了 不用大家吃吃 就走去撕的 當然手會髒 對 哇 你做眼齒 哇 做眼齒 你看這個場有兩個 哈哈 第一樣就是叫做 Emophilia 的一個情況 通常這一類人 他們會很快 重複地去 容易投入熱戀 而過程中 很追求一個刺激感 可能這種性格特質都會容易 令到一個人比較容易 踏入一個很迅速地 踏入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另外一種 可能就是一些 anxious attachment style的人士 就是一些焦慮衣服的人士 可能在小時候 原生家庭裡面 經常都很擔心被人拋棄 離棄的一個狀態 好 聽完Karen和Ewing分享完 我們還有另一個童話故事要聽 就是一個台灣觀眾 和一個香港男生 他們都是閃婚 然後他們結婚15年 我們現在駁下去跟他們聊聊 現在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就是 Jessica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和我先生其實是朋友介紹式的 我們一開始其實是喝酒的時候 認識的 去clubbing 然後我們就一起做 然後第三次 他就問我願不願意夾給他 現在第三次就 他就問我願不願意 以結婚會情題這樣交往 你們由見面三次的時間其實幾長 第一次見面到他問你 差不多都合一個禮拜 對 我們應該是三月一起 五月結婚 但是之後發覺原來有了 即是三個月內就認識了一個人 然後就拍拖 然後就結婚 然後就有雲仙朋友 這個不止閃婚 你人生規劃了 那三個月 你未來講幾十年你決定了 好像玩SIM CITY 那個長環 你幾歲 他又幾歲 那時候我二十三歲 他是二十五歲 其實那時候我剛剛才結出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 打算有人要我 我就撥一下 試一下 他看起來好像一個好人 現在回想 不應該這樣 但是幸好他也是好人 哈哈哈哈 你也是買大小的 那感覺是 那你結婚之後 閃婚這麼快 一起之後 有沒有一些相處上的落差 其實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順美的呢 其實有的 因為一開始一起的時候 他對我真的很好 之後 之後BB出生之後 才發覺他脾氣不太好 那時候是其實生完寶寶第三天 我們兩個都不太懂 都沒有人幫忙 我們都很累 我記得那時候BB會哭整天 我就問我老公 可不可以幫忙 一起照顧他 他就很餓 他就跟我說 他不行 他要上班 不可以不睡覺 就留我自己和BB在那裡 整晚我就抱著BB在那裡走 他就跟我說抱歉 說他以後不會這樣 我就說 我家裡不要緊 他以前不會有兩年 第一次知道 原來他是這樣的人 就是被罵了 沒關係 就是一個包容能力很高的伴侶 超級包容 超級包容 我喜歡想一些好的 不喜歡想別人不好的 那自己都會開心一點 都是很多人的寫照 就是你永遠有些東西 你是改變不了對方 你就唯有接受 然後唯有遷就 遷就到 那段婚姻就一直下去 如果不行就 這個都叫磨合 是不是 其實你找方法和一半去相處 就是兩個之間磨合的一個階段 其實他脾氣一開始是很差的 但是這麼多年過來 他現在都好了很多 我覺得沒有一個Mr.Right 一定有地方 你一定要去包容 還有去溝通 我覺得溝通很重要 慢慢試 15年都很久 都喊了很多交 但是其實想起來 都覺得他是最適合的 好 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差不多了 謝謝你 謝謝你 好了 我們剛才聽了 Jessica那個案子 大家覺得怎樣 算不算很童話故事 我覺得他好就好 他不是童話故事 他就是在中間你會聽到 幫我找個BB 不行 我要上班 反而是喜歡他有這些意 不是告訴我們 我們就一直下去 很幸福 很幸福 不用磨合 我們完全不吵架 這些才是童話故事才會有的 反而他不是 令我覺得很好 你們過程當中 互相對望了好幾次 有些暗兆 有些暗兆 可以看回影片 有暗兆 對 我們再重新 那種閃分的期望落差 跟那種相處時間比較短 是否都有一個必然的掛勾 這個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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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情深又複雜 有點難觸摸 有沒有一些課不對版的情況 有未知去到課不對版的 是的 我都明白 因為始終可能我們 是真的比一般 相識的時間 是比較短 到真的成人結婚 到一起生活的話 其實脾氣一定有的 就是聽到的案子 我也是反過來 其實我是做包容那個你 是的 因為我知道太太生完 小朋友其實真的累 所以晚上我自己騰時間 不如我照顧 所以我是照顧 我小朋友的時間 是投入比較多些的 會是 所以其實相處上 是不是脾氣 就是大家的脾氣 是最容易 你覺得是時間短之後 之後才會見真章 是真的會見真章的 你無論如何 都要去找一個 做一個行先 就是 行第一步的人 而不是將事情再繼續升溫 是想盡量讓它 先冷靜一下 那你剛才聽了Jessica的例子 和你們都分享了一些 覺得入婚前分後有少許落差 我現在就要講一個比較 煞風景的調查結果 就是其實可能有些人 是過不了的話 最後他們會選擇離婚 結果發現 有一對成功婚姻的一對 婚前最少要用4.9年的時間 才代表對對方有足夠的認識 可以走一個更加長遠的路 那夫妻因為認識時間短 未夠了解對方 性格不合而分開 那一張床褥 短側的話用幾年 長側的話用一輩子 有機會當然是試鎮一點才好 那他們現在坐的一個 Emma床褥 就提供著100天的免費試用期 如果是不確定 不要緊 他們還會免費上門 幫你收走床褥 兼退買款 床褥有試用期 不過婚姻就沒有了 我們剛才說了一些 閃婚也可能會導致的一些後果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封嚴案 就是Oyen Hello Oyen 可能說少少背景 她是一個在韓的Youtuber 她是一個香港人 她在韓國的時候 也有遇到一個韓國人 然後他們雖然很快認識 然後認識後又很快結婚 有一段這樣的經歷 但最後就有一個不太好的結果 那我就交給她分享 嗯 傻的 你可以說 由我們認識到她求婚的時間 大概是六個月左右 到正式簽紙 都是一年內左右的事 那個結婚的時間 大概在兩年半左右 就開始出現有點怪怪的情況 因為可能都跟年紀有關 我覺得有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我決定結婚的時候 其實都是二十六歲左右 那不算是一個很深思熟慮的狀態 第二個就是因為可能是外地 就是我自己一個是香港人 過到去創業 你也會自己一個女生 有一點點比較辛苦的時間 而當中突然很快出現一個男生 好像很關懷你 又或者是很想跟你 在未來創立一個家庭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去決定 特別是一些結婚之後的實際操作 例如一些可能家庭上的收入負擔 支出 甚至是文化差異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想很久 一個愛你的人 向你求婚就順其自然會答應的感覺 在沒有什麼先兆的情況下 在一間餐廳那裡 他就佈置好了 然後突然間很多職員衝進來 向我求婚之後說恭喜 我又覺得我自己一個人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好像拒絕 會令到對方有少少 不好的感受 我是挺顧大環境氣氛的感覺 開始怎樣發現 婚姻上面有些不對勁 就是對方可能結婚之後 很快就跟我說 不想工作了 因為工作那裡有少少壓力 而我就去負擔起整個家庭的所有支出 就維持了兩年半左右 即是可以說結婚那段時間 即是你當時的老公 你前夫就完全是一個廢査 是否可以這樣說 我想他有盡力幫助一下我 例如我去東大門入課 又或者在職員會的時候 他都會車出車入 會幫忙 去到哪個位置的時候 發覺更加不對勁 更加有那種結婚的衝動 因為是對方先提出離婚的 不是我提出離婚的 他就說了一個謊話 就跟我說 我不可以再跟你一起住 因為你很強勢 我對於這段關係裡 我有很大的自卑感 所以我想跟你分開住 到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分開住的期間 他已經有另一位伴侶了 不愉快的關係 這段不愉快的經歷 找出一個原因 你覺得原因是在於閃婚的衝動 是在於異國文化上的不同步不協調 還是其他原因導致這段經歷發生 我覺得這個婚姻失敗當中 快開始是一個元素 另外就是大家 雙方去維持那段關係 才是最重點 人生交叉點決定的時候 都選了比較錯過一步 才會導致婚姻出現這個問題 這個都提了一件事 就是 就算有些人不是閃婚的 可能他們拍拖了十年 但不代表他們是了解對方 其實他們可能比閃婚更差 如果下次再有一個人出現 同時同一個情況 都是他很短時間 就是向你求婚 都是有一種閃婚的背景 你這次會否答應他 我覺得在拍拖的時候 我已經會很快地說回我之前的背景 令到對方明白我曾經有這樣的經歷 其實你都想避免再發生一次閃婚的經歷 無論結局會是怎樣 明白 因為經歷了離婚之後 雖然是一個婚姻上的失敗 但對於我來說 都是認清楚誰可以陪你走到路 雖然是一個失敗 但也不算是一個 完全無法挽救的人生的污點 我不是這樣看的 這件事 祝福你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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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有一份在美國的數據 發現原來在拍拖 一年內的人去訂婚 比起拍拖一兩年之後才訂婚的人 離婚率大約高20% 其實當人在戀愛中 我們大腦會分泌一些賀爾蒙 其中一個是多巴胺 你會有一種很強烈 很想快點看到他 很想黏住他 很依戀他 隨著時間慢慢過落 開始有機會緩和回正常的水平 可能大家要談的 當我們在婚姻裏面遇到落差 我們大家一起怎樣共同去面對 怎樣去處理大家的期望落差 而不是一遇到困難 我們就說我們這樣分開了 大祖有沒有什麼你覺得 剛剛除了性格本身也是 已經拍到合不合得很好之外 有沒有什麼特質 你覺得是令你們這件事是可行的 我們懂得玩蹦叉叉 一個人走前的時候 另一個人就退後 然後大家走前的時候 就永遠都這樣 與其說這件事是包容 和互相尊重 更加說的是一個平衡 有一次 類似也是 大家可能都真的 但是那一刻大家都已經去到頂點的時候 他都 那兩個字曾經說了出來 對 我們不如什麼 五年的時候 Vijon的小朋友應該是 三四歲的時候 你要想小朋友的教育 那你和家人一起住 大家之間有磨擦 我們兩個一起的時間 相處的時間少了 也都沒有了那份甜蜜 那種親密的感覺 就在那段時間爆發出來 顯得爆發這件事的點 其實很不礙於是 即累下來的時候 就是開始想 我自己開始在想 一輩子是不是就是這樣 不論是否結婚也好 相處的時候一定會有這些時刻 但是很慶幸他 即是在我最軟弱的關頭 他守住了那條線 對 即是無論是閃婚還是拍了很多年 你才結婚 其實你遇到的困難都會是一樣 你不會跳到那些困難 即使大家有些不合適的位置 但其實是大家願意去磨合 是一輩子的 那當你的想法是這樣的的時候 遇到很多很卡的問題 或者自己很卡的問題 你都會回到最初 嗯 初生 對 那你就會 好 我們今集Kilip Talk 就談完閃婚了 我們就很開心 可以請到Karen和Ewing 可以上來講了一個這麼好的分享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題目想知道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我們今集就這麼多了 好 拜拜 拜拜